嗨,大家好,我来泰国啦 到达后第一天是没有安排任何行程 听说有个商场叫Iconcia,挺有名的 里头有室内夜市,我就带着他们来了 看图片的时候以为这个船是可以坐的呢 人家只是摆设 不管怎么说,这五颜六色的 对于第一次来泰国的老人眼睛都不够看了 其实用的颜色也没有那么特别 组合起来就让人感觉非常泰国 往后面走就是美食区 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春节假期 这不放开了吗,就怕人多 但是走到哪儿哪儿都看不见几个自己人呢 好不容易见了一个说这句话 说是新加坡的,要不就是日韩的 再过几个月估计哪儿哪儿都是中文了 也不知道这个天选的好还是不好 从头到尾都是阴天 倒是没下雨 阴天不热,挺凉快的 只是不出片 我公公还说泰国原来天气这么凉快这么好 在何先生的建议下之后我们就坐游船 进行了一次看顺眼就下看对眼就近的游玩模式 可惜啊,拍的视频都没了 反正我们去了这些地方,全都是韩国人 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开放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 就蜂拥而至到周边能去的所有地方 然后就是第二天我报的一日游 这次的行程没有网红店,没有拍美照 因为是根据第一次来旅游的老人需求所安排的 对他们来说去过这些电视上看到过的地方 可比网红店强百倍 托父母的福,何先生也当了回游客 之前我们都是周边自己转转 没有到过这些景点 体验一番也不错 老人旅游一般都是跟团 不知道有一日游这种东西 你路上一直夸我 怎么出国都能安排得这么好啊 嗯,我没有说话 默默地听着夸奖 等了半个小时火车终于来了 能看出男士和女士对拍照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吗 我和婆婆是一个劲儿的拍 公共和老公呢在一边十分不理解 不是拍的问题,是数量的问题 拍太多了 然后是必看的大皇宫 照片视频又找不到了 今天的导游是一位曼谷大叔 真的讲解的超级详细啊 最后按我们的要求 把我们放在夜市就回去了 来夜市原来是想吃火山排骨的 可惜啊,排队太夸张 简单吃点就回去休息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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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